Hello 各位 大家好 今天這款玩具呢 其實一開始我不知道怎麼跟各位介紹 當然 因為我本身並不收這個領域的玩具 但是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一隻的造型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跟各位分享 這款是由3A所出品的 Aventure Culture系列的一個1比12的戰鬥耶穌 Fighting JC 那這一款呢 是出自於4人限定組合包裡面的其中一款 那我本身身上握有兩款 黑色或黑色跟白色 那我只打算保留白色 所以黑色是我賣場的商品 那我就不多做介紹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我會選擇1比12的比例呢 而不選擇1比6或1比8呢 1比9了 因為呢 在我 多方的考量之下呢 我覺得1比6這個 1比12這個比例呢 就跟外面的SHF的大小是一樣的 那這一款玩具的泛用性呢 也自然的比其他的 12寸玩具稍微高了一些 雖然說它的配件並不是很好找 但是 現在這種比例大小的玩具 給的東西很多 所以 對我來說 這個玩具比較容易可以讓我方便把玩 OK 那這一款Fighting JC呢 我就叫它戰鬥耶穌吧 我們就直接用耶穌 那這款是裡面附贈的白耶穌 OK 那 那基本呢 這一款呢 身上的衣服呢 跟一些裝備呢 因為3A呢 它本身是製作 12寸玩偶的一個 算 易軍突起的公司 那所以呢 也不是小公司 算蠻大的 那所以它身上的一些配件呢 其實都還非常的考究 那這一隻的故事 這一隻玩具的這個角色呢 我稍微有去Google了一下它的故事劇情 其實還蠻酷的 它就是被他耶穌 被他的上 耶和華老爸 硬是派下來解救人類 在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走 他硬是派下來解救人類 雖然他不是很願意 但是也沒辦法 誰叫他老爸是耶和華呢 OK 那這款玩具呢 本身 呃 充製的3A的 設計 所以身上呢 有很多的舊 像衣服 這一款的白衣服呢 基本上全部都 像這樣子做了一個非常髒的舊化 各位可以看到 衣服身上都 還有身上也做了一個非常髒的舊化 那 外面這件披 這件比較大的這件大衣 披風大衣呢 它本身這一個邊緣呢 都是用鐵絲構成 所以它可以 讓你很輕鬆的去 凹它的一個造型出來 當然你要飄逸啦 什麼的 這個都可以輕鬆的做到 好 那每一款裡面呢 都會附贈一個 像這樣子的 殭屍頭配件 跟 一塊 果絲布 就是一個毛巾 上面有它的臉 但是那塊果絲布呢 我 沒有拿到 因為買家說它想自己留著 所以我就沒有拿到那塊了 我只有附到一個 殭屍頭 那殭屍頭的配件呢 基本上跟1比60後的那個 殭屍頭配件 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做工是相同的 也沒有因為它縮小 然後就變成 不好看 怠慢什麼的 都非常的棒 就是一個殭屍 閉上眼睛 然後這是它的脊椎骨 那這個殭屍的頭呢 可以放在這一款 耶穌的這個小背包裡面 當然是沒辦法完全塞進去啦 可能是故意為之的吧 讓它露出來吧 那 那 耶穌呢 本身身體的可動度呢 非常的高 這是沒有話說的 披風就是很中二的披風 那 我先把披風脫在 讓各位看裡面的一個 可動的關節的配置吧 稍等我一下 OK 那脫掉衣服之後的耶穌呢 就是長這樣子 那衣服呢其實 在脫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的雙拳 雙手取下來 才能夠把衣服脫掉 這算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啦 不過 值得啦 因為衣服很漂亮 那 本體的素體呢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的 這邊配置了非常多的可動關節 等我會給各位介紹 首先呢 是它身體的一些細節 臉呢 我覺得這個臉呢 做得非常的好 當然 不過頭髮的顏色 並不是我本來要的顏色 我本來想要的顏色呢 是黑色的頭髮 這樣才比較能夠 凸顯出耶穌的那種感覺 黑色或棕色的頭髮 那很諷刺的是 另外這一款我不喜歡的呢 它的頭髮就是我想要的顏色 但是臉的顏色就不對了 殭屍的臉 可惜了 這一款呢 你看它的臉呢 就會感謝出這一款 非常的滄桑 然後一些細節 也做得非常的棒 讓一些頭髮有些 漸層的舊化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很漂亮的刺青 Punk 就是Tone的刺青 非常的棒 然後胸口呢 就是一個 God Life 就是 神的生活 應該是啦 神的生活吧 然後上面就是一把 就是一個十字架 然後綁著荊棘 這個還蠻諷刺 它當初被掉在十字架上的 那個造型 這樣子 然後一些很漂亮的 身上一些刺青 然後這是十字架 然後這個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這是一條魚 十字架 那背面呢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聖母瑪莉亞的聖像 非常的棒 那屁股這邊呢 非常騷包的呢 它也有一上一些 漂亮的刺青 應該是一句不知道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鑽研 很像是聖經的一小節 也很像是 自己掰的一段話而已吧 對 反正就是很漂亮的刺青就對了 那身上的包包呢 這些就像我說的 它非常的 考究 就是包包就還蠻仿真的 都是可以真的打開的 真的不包 那玩具本身的活動度呢 我說過的非常的強 頭呢 是球關節可以365度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台上台下 手呢 手臂呢 可以做到一個平舉沒有問題 那這邊呢 它有多做一個關節 可以讓它做到一個前後 這個雖然很多餘 但是為它這一款做了不少的加分 我就喜歡 雖然沒有收得很漂亮 但是我喜歡這種 多出來的這一節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暴胸的動作 然後這一個橫向關節呢 可以做到一個365度旋轉沒有問題 手腕呢 手臂是二重關節 它可以做到一個超過90度的摺曲 這個非常的厲害 就跟你真人的摺曲度是一樣的 好 手腕這邊呢 可以做一個旋轉 然後這是一個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像這樣子 向上向下抬 好 旋轉 那手呢 它比較可惜的是在於3A指位 這款耶穌 給了它這個比例大小 一對手型的 就是一個拳頭跟一個手 像握著這樣子 看就很中二的一個手掌這樣子 好 然後上面呢 就是沾滿了鮮血 那個殭屍的鮮血這樣 等一下我讓各位看清楚一點 上面就是像這樣子 指甲細節 上面都沾滿了鮮血 跟一些舊化的塗裝 非常的漂亮 那另外一隻手呢 就是拳頭嘛 然後上面就是 很很 非常中二的給了一個 刺青 Zombie 的刺青 殭屍 然後是很漂亮的一個拳頭 煞鍋大的拳頭 非常的中二 不過呢 當然好話要說 壞話也要說啦 這款比較可惜的是呢 這個地方的接點呢 有點感覺太淺了 所以它的手呢 並沒有辦法裝得很緊 有時候可能動一動很容易就會掉下去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OK 然後繼續 腰呢 這邊有做 腹部下面這個腰的地方 有做一個可以前後左右 365度的關節 但是因為它有跟這個 這個刺青連在一起 所以沒辦法做太多那個 然後還有這個 腹部關節之外 它腰還有多做了一節 可以左右旋轉的關節 非常的棒 然後腿呢 這邊你看不到 因為它是褲子嘛 它是裡面是一個球形關節 可以做到前後左右踢腿 後踢腿因為屁股的地方擋住了 所以只能夠做到這樣的幅度 前面當然踢到90度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裡面呢 這個膝蓋的地方也是二重關節 所以可以做到一個 正常人類的摺曲沒有問題 然後腳這邊呢 是用一個兩個 它算是一個 兩個球關節連接在一起的 在腳跟這個地方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個 像這樣子的拱動作沒有問題 當然貼地就更不用說了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呢 球關節做的比較淺 所以說呢 在把玩的時候呢 在調整上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所以呢 它這款可以做出 非常中二 然後非常人性的姿勢 然後因為它是戰鬥 戰鬥型態的耶穌 所以就是可以做到很多 非常帥氣的一個格鬥動作 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搭配它背後帥氣的刺青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這款呢 因為它是組合包限定的商品 所以正常是沒有單賣的 那這款的售價呢 其實也因為是限定的關係 所以其實 蠻貴的啦 我覺得是蠻貴的 因為以這樣子的大小來說呢 這樣的價格 不太親民啦 但是 3A就是有那種 會讓人家 不小心想要買下去的那種魅力 當然它家的東西 真的就是漂亮 這一款呢 就是因為它的素體 是這樣細細瘦瘦的 所以才有那種 耶穌的那種 像看刺弱不禁風 然後其實是非常強悍的一個 一個那種形象這樣子 這也是我買了 會想把這隻買回家的原因 好 當然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啦 因為我發覺網路上3A的影片呢 基本上 這一款戰鬥耶穌都是 國外的朋友在 在分享 台灣的朋友呢 或是 瑞地的朋友 基本上很少人在 在YouTube上 分享這一款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 用中文的方式跟各位分享 對了 這款球鞋呢 我稍微複補一下呢 它好像是跟 好像真的是 愛迪達早期的那種 運動球鞋的感覺 有做到鞋底跟鞋面 這個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授權 但是它這個一看就知道 是愛迪達的運動鞋 其實還算蠻有種的啦 搞不好3A真的有跟 愛迪達有談授權 不然的話這樣做 真的是絕對會被告死 好啦 今天的影片呢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啦 這款3A的 這款3A的 1比12呢 它不是只有出這一隻 那它有其他一些比較特殊的商品 當然都是非常有 有強烈個性的商品 那當然也很建議各位 在網路上稍微搜索一下 你只要打3A 空格1 比12 基本上就可以看 就可以找到很 蠻多類似這樣子的 一個玩具了 好 那分享給各位 謝謝各位